九封之鸡饮 诗相惠人饮 就说你说这话对方得听得懂 他又不懂 你碰到二百五的 这事坏了 你看 水湖里就这么一段 很典型 林冲 烧了草料厂 杀了撒仇人 低着枪拿酒壶了 血液上梁山 他为什么上梁山呢 大官人柴静 替他写了彭信 给梁山上的白衣袖是王伦 我有个兄弟遭了难 到你这落草歇一脚 照理说 柴静大官人每年给梁山的钱可不少 王伦应该卖这面子 但是王伦一琢磨不行 不能溜林冲 为啥呢 八十万进军教头 能耐大 还带过兵 到山上来 他一瞪眼珠子 我们哥仨 这边摩尔田杜谦 云里金刚从外 就两门铜啊 家王伦肩不能挑 手不能提 说白林冲一个手 灭他哥仨玩似的 不能溜啊 再说他仇人是谁 林娘子 跟高太尉的干儿子 有事 这可坏了 他的对头 高太尉 说白了 相当于军委主席 我这得罪高求了 一发兵 我梁山这小庙 一下就给灭了 所以万万不能溜林冲 可是柴大官人的面子在那 咋办呢 我得委婉的拒绝 让他知难而退 所以白羞是王伦想个办法 请林冲喝酒 酒过三巡 菜过五位呢 端上一盘银子 五十多两 哎呀 林教徒 这个你也看我梁山这块 田产不多 将士稀少 庙宇呢 房屋呢 你看就破烂成这个样 我们庙小实在难养真龙 怕耽误了壮世将来的前程 我给您这点钱 我们这点意思 您呢 另谋踏路 你照理说呀 要得明白点 一听这就是不愿意让我在这呗 给我点钱 给柴大官面子 把我打发走了 可是林冲呢 一根筋 为啥 这也不能怨他一根筋 这时候他确实走投无路 没地方可去了 林冲这直劲就上来了 头领啊 我不求富贵 你给我口饭吃 你给我个地方住 我在这能容一身就行 行不行 我求求你 俩儿杠上来 这王伦一脸磨不开手 怎么办 我这柴大官 我 把他给仇的 最后就想 我干脆让你直男二退吧 我刁难刁难你 上山误火 可得下山杀人呢 杀人抢东西啊 这样咱手都沾上血了 大舌子吃白肉 谁也别说谁了 你才能上山 他以为这事能难住林冲 林冲下山 就琢磨起来 林冲他也不是个坏人呢 那手无寸铁的 那些无辜老百姓 他也不忍心杀 隔了多少天 终于碰上青棉手杨志 两人大斗了一掌 这个时候王伦一看 这完了 这算摘手上了 碾一碾不走了 留下吧 咬着牙留下林冲 这才有后来的祸患 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 你这个时候王伦 其实你主动拒绝 直接说就完了 他非绕不弯 绕来绕去呢 最后要把林冲留下来 而林冲这时候呢 心里头想王伦呢 这人也不爽快 你也不想留我 就好比呢 你哥们给你借钱 借五万块钱 你说你最近 我还得还房贷呢 我女朋友还让我给他买包呢 推来推去 他磨不开 最后怎么办呢 你借了他三万块钱 你把钱都借给他了 你这朋友琢磨 你说你这么推那么推 绕着圈 五万不借 借我三万 你明白都借他三万了呢 心里说这人这个磨叽 一点不痛快 不傻好哥们 还完钱咱俩交出去拉倒 饶着借着钱 饶着你还得罪他了 所以这时候绕弯 你得碰到那聪明人 他还套路出牌 如果碰是个愣人 不理解这个的 你越绕弯越出事 这不后来王伦就出事了吗 炒盖他们哥几个 直接升升纲之后上凉山 到了凉山顶 这白衣袖是王伦 招待他们吃饭 也是此处水浅 南氧真龙 哥几个另谋高句 林冲看着心里就憋气 为什么呢 情景在线 真神秀啊 一看 自己当年就是被王伦 这么挤兑的 心里头就来气 一来气呢 这林冲情伤比较低 脸上就看出来 他没想到这情人当中啊 有个智商极高的人 吴庸 吴庸一琢磨 一合 有门啊 苍蝇不定无缝弹 在林冲这 咱可以下点区 当天晚上 在梁山上 他就找林冲去 几句话就把林冲底 给套出来了 怎么上这山呢 王伦怎么为难他 这时候吴庸说 咱们是阶级弟兄啊 咱们都是一个立场啊 所以我们来真没定去 希望林教徒可怜可怜我们 留我们 要不然我们死无葬身之地 林冲这时候 狭义之心激起来 明天再跟王头领 我说 被毋庸一击上套了 果然 第二天 双方再吃饭 王伦推托 你们走吧 我这留不下 我给你们盘着 林冲这时候激了 想当初我上山 你就推散祖司 如今朝天王几个好兄弟上山 也是这般 你是个小人 他这一说 这边 无用公存生来劲 正好借机会 哎呀林教徒不可造次 哎呀林教徒不可为我等兄弟 坏了大意 哎呦 不可伤了王头领性命 他故意这么说 就如同俩人打架呢 你这劝架的 俩人打架 这不动手了吗 这劝架的 拿棍子过去了 哎呀你别打 别打 你看打啥 所以一看你手拿棍子 来吧我削你 你看 你这不拱火吗 结果林冲拔出刀来 就把王伦杀了 无用他们打到目的 让人给当枪使了 那这个事咱分析一下 你琢磨琢 这个白衣袖是王伦 他再怎么着 你林冲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留下你了 怎么着对林冲也有大恩 可是最后结果呢 林冲把他杀了 有人说林冲这望恩负义 你得想象林冲 为什么这样做呢 就是王伦呢 明明把林冲留下来 可前面 他不知截了当地拒绝林冲 他绕着弯 所以林冲那时候 就对王伦有一个印象 忌贤度能 做事推三阻四 不爽快 不仗义 就是你饶着是留下的了 他给他弄了这么一个印象 所以在林冲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如果你不这样 你当初就直截了当拒绝 你倒不用说 说说我还怕你到时候厉害 你把我们哥仨杀了 梁山成你的了 倒不注意这么直白 但你可以说 你得罪了高太尉 那高太尉管着大宋兵马呢 说发兵过来 把我们山头灭了灭了 你来了 不给我们带来危害了吗 不等于我们惹火烧身吗 林教头 你得可怜可怜我们呢 如果他直截了当的 把这理由就说出来 以林冲的脾气 我宁可站着死 我也不跪身啊 我来了给你们带来三 那好 林某告辞 抬腿就走了 他就没这祸事了 所以你琢磨琢磨这个事 这不就是王伦自己处理的不好吗 你碰上林冲这种直性子的 情商低的 而且一条道跑得黑的 你就不要再绕弯了 就直接告他不行 省却了后边很多的这种祸患 所以有的时候 委婉 你分对什么人 有一年春晚有个小品 我还记着吗 是魏基安 黄小娟和郭东霖 叫石成人 所以这个 两口子本来要出去看个戏 结婚纪念日 浪漫浪漫 结果这个 郭东霖来了 来了呢 要走了 好不容易熬他走了 就说一句话 你在家吃点饭 这谁听着都是客气的话 偏偏这郭东霖呢 大大乎乎的 以为这是真事 那我就吃点 哎呦 把这家给搅的 在这家里这么那么那么 耽误了很长时间 费了很大的劲 完了这郭东霖呢 最后得出个结论 大哥你不是个实诚人 你一点不实在 就是你对这样的人 你就告诉他 你说我们俩今天二人世界 想浪漫一下子 你就别在这儿当电灯泡了 他一听明白 抬腿就走了 听直个人 你飞绕圈子 结果他就觉得 你不实在 今天咱哥俩 你看你失心招待我 你怎么办真办假 最后你还把人得罪了 完了还把你俩事当 你说这样 这就猪八戒照镜 弄得里外不是人 所以是 今天咱们说这个话题 就说你拒绝对方 如果对方呢 是一个吧 拔面玲珑的 能听懂悬外之音 咱就婉拒 委婉的拒绝他 好里好面的 都不伤和气 如果对方是个直性的人 不按套路出牌 脑袋简单 那就直接了当拒绝 让他一下子撞到南墙 就得了 你比方说 在借钱这问题上 我这些年体会越来越深 原来我 二三十岁的时候 人向我借钱 我是 一脸摸不开 不想借 不想借 完了最后还是 暗于面子借了 借完之后 人家还不上 最后朋友这交情都没了 连钱袋朋友都丢了 我现在这些年 凡是我认为 他还款能力不行 或者人不保佩 谁也打电话 老梁 借钱 不借 你没钱 有钱 有钱为什么不借 我信不着你 我不认为 你是个有信用的人 你听着是不是伤害人 人听着没面子 把底线给他了 就是咱俩没这交情 你别跟我这儿借钱 别整出什么事 他转身就找别人 你不要以为 说他这事记恨你 你把底线亮给他了 他不会再麻烦你 就怕犹豫豫豫 推三阻四的 他又来了 你又摸不开 又怎么着 最后惹出很多麻烦 二比胖说 这个女孩面对追求者 说你这个各方面都不行 长得那么难看 你追我 你要说你是个好人 他人还接着追上 索性就直接了道 大哥 你人品能力都很好 可是我这人 没你那么高雅 我就是个俗人 我就喜欢帅哥 你看你长得也不帅 咱俩凑到一块 不会有好结果的 你再找喜欢你女孩 直接了当告他 你不帅 我看不上你 完了 尤其是在谈恋爱过程当中 明明这个人是能听懂 悬外之人的聪明人 一谈恋爱 一追男女孩 糊涂了 那奔得吓人 所以说爱情当中 这人智商是零吗 就这个道理 所以遇到这个时候 万不能 犹犹豫豫 推三阻四 琢磨这 琢磨那 怕得罪人 因为感情这事 有句话 奸生人命 堵生贼 话操理不操 感情世界容易让人冲动 你处理不好了 就容易 惹一堆麻烦 所以我说 这个时候拒绝人 直接了当 所以我告诉大家 有很多人讲究 怎么好好说话 怎么圆圈面子 把这种拒绝 当成一种艺术 我告诉你 拒绝绝不是艺术 拒绝就是战术 战术讲究什么 分什么样人 这样人 我就直接了当拒绝 这样人 我就兜过圈子拒绝他 你首先得了解 对方是个什么人 了解他的处事方式 和思维方式 否则的话 怎么拒绝 都可能给你带来一些 不必要的一些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